主料,黄瓜200克,猪肝200克,大葱50克,生姜50克,辅量,油,盐一小勺,生抽一大勺,料酒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猪肝清洗后,泡水水要进入猪肝一到两小时,猪肝切片,加生姜,料酒腌制一会儿,我喜欢把黄瓜切成菱形片,先把黄瓜斜切成块, 然后从每一块的侧面开始切,就能切成好看的菱形片,切片的黄瓜备用,大葱切断,油烧热,下葱炒香,放入猪肝,大火翻炒两分钟,下黄瓜,并倒入一大勺料酒,一大勺生抽,翻炒一分钟,出锅前撒一小勺盐即可,烹饪技巧,一,猪肝一定要泡水一到两小时, 二,不要盲目求呢,一定要赞助干炒熟再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